鄉親 繼續收看 華時台議新聞十字 2019年 台灣管政器官的人數 有375人 創下到歷史的身材 但是沒有整理的 器官管政儀式的 定力中心 還有10,0003位 這個病房在排隊要緊等的儀式 其中單臺人數最多 是這個有寄的儀式 有7700多人在等 另外等稍等 管政的人也很破窄 犯者已經比較多 像在途中有一個國秀二年的病房 梁靖哲 他的稍等拍戲 已經來切掉了 為了要維持生命 水分和營養 只能煮會金來補充 生命時時刻刻 攏危機 不聽這話 我下去的願望 怎麼來衝擊到這些家庭呢 來看他們的故事 愛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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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要愛妞嗎 她又要傷害我 真的喔 你那麼弱嗎 為什麼她可以傷害你 她會關著我 真的 她會關你喔 外伐外國搞怪 韓國小二娘的牛筋 鐵是三兄妹裡面最大 才是要挑戰發亮的年紀 吃東西居然會金錢 你不能吃番茄 記得吧 陳醫師說你不能吃番茄 每次必吐 好了喔 那個不消化不能吃太多 知道嗎 吃一點喔 它現在就是一天總量管制300克這樣子 一天只能吃300克的食物 差不多是五顆雞蛋的分量 只要入境鐵倒不住 雞才開店了 他們老婆就開始緊張了 看起來好像很激烈的傷口 其實這麼激烈就不痛 她是低重症的患者 這麼低重症的醫生 她去年底的時候 她就因為肚子痛 就當天就是敗血性秀客 然後就是醫生剖腹探查 才發現她的小腸壞事 就只能切除 所以她目前造成身體狀況 就是無小腸 可以吸收營養 吃太油會吐 吃太多會拉太多 好 你先等我 我們先泡藥 這是她的營養針 那因為她裡面的 還需要再把它的 綜合維他命 這兩個是泡在一起的 好 這是她的微量元素 這等於是她的 營養來源食物 是每個動作都要消毒的 因為如果沒有消毒的話 就很怕她會感染 剛剛那個東西是不是很不開心 是 那是什麼原因 因為要上針了是不是 對 先把背 因為她剛洗澡 所以把她的那個 背心脫掉了 哥哥來 穿起來 保護的 對 因為 因為小朋友 因為她這個只要拉出來 就… 就… 就非常非常危險 就要趕快回… 就回醫院 然後 幫她沖洗一下她這個管路 營養針它雖然叫做營養針 可是它畢竟是藥 那對肝臟 對身體的其他部分都會影響 那像最嚴重的肝指數就會高 女兒童拿來接人工費 更透過用煮大膽的方式 得到營養 以後就正常的生長和發養 稍等她是目前為她的這條生路 我跟她說 我們在排隊了 那椅子我們也登記上 那我們在排隊要有耐心 那我也跟她說 椅子不是說 我排了就會有器官 那是因為代表 可能是另一個人的死亡 對,所以也只能說 看緣分 也不能說去祈求甚麼 就是別人怎麼樣 對,我們就只能說 總是有生有死 那就希望有這個緣分 你幫我結一段好不好,哥哥 好,來 結段有責的喔 她其實她就 可能跟她講過之後 她就蠻懂事的 譬如像我剛上陣的時候 她就會知道說 我一個人忙不過來 然後她就會幫我 施交代啊 她其實自己也蠻懂事 就是蠻勇敢堅強的這樣子 你有沒有看她哭過 她不會因為這件事情 就是難過或是什麼這樣 有沒有什麼話要跟她講 嗯,就一起加油這樣 你幹嘛 兩大胞的大胞的 要租入這個稍稍的辛苦來 增後的十四點鐘 每一部分都是積貌 這些義氣跟油水 要對牛鏡添 可能半年 幾十年甚至一世人 好 你的願望是做什麼 特勤隊 為什麼 因為特勤隊很帥 不能吃很多大吃大喝啊 會不會很難過 一點點 那你去醫院幾次 媽媽 兩百次 那你去醫院做手術的時候 會不會害怕 有一點點 蔡鳳這天 我們對牛鏡鐵火箭 她如果沒有大胞小胞 都是要回修的射尖跟油尖 所以現在沒有針頭了嗎 沒有針頭 沒有針頭 那我可以喝喝嗎 可以啊 我一隻都可以啊 就要喝喝多而已 因為我一隻大 那我看一隻就可以 那裡太有不行 我們過去做了二十八例 二十七個病人 二十八次的小腸醫治 那這二十七個病人 二十個是大人 七個是小孩 那為什麼等著小孩這麼多 做得這麼少 其實有一個原因是 也等不到器官 過去其實在沒有這個手術之前 這些病人其實是很沒有希望的 然後他慢慢的就會因為打靜脈營養 不是敗血症走掉的 就是黃膽然後造成肝衰竭而離開這樣 跟牛鏡鐵一樣 很需要等待收藏醫生的患者 在阿東便宜要有十二個個案 因為等到宿舍的器官患者 之後痛苦經下去 雖然台灣本一年 氣管管閒的人數有差不多三百例作用 氣管率 排名已經在阿州地區正三名 不過漂亮的數字背後 大多數管閒的氣管都是眼光膜 靠度眼光膜之後 氣管率只有百萬分之四九公 但有這個人最多 日空一九年有七千七百五十人 管閒的人數只有兩百四十六的人 雖然關中的人有一千空八十三類 關閒的人只有百十八的人 但心中有一百九十五的人 關閒的人只有百十六的人 每一個數字背後 都在等待一個遊園人 給他們重生的希望 台灣氣管關閒這條路 以為要有很多困境要突破 但台灣以這樣子算起來 每百萬人可能十幾位 還是遠低於歐美 歐美大概都是我們的 大概三倍左右這樣的一個捐贈的量 那再加上有些國家 國外有些國家 它是用所謂推定同意制 就是你如果沒有不同意就是同意這樣 那我們是用選擇同意制 就是我會問你你有同意 我們才會去做這件事 所以可能這樣的意願上 又會有一點點不同 這個為什麼我們一直在鼓勵 就是推動器官捐贈 就是事先有先列一個 器官捐贈的同意書 或是捐贈同意卡 發生了意外的時候 那自然而然就會覺得說 反正就是說 這個我的家人曾經跟我對話過 那我要做這個一個決定 也是達到我自己的親人的一個 等於是一個遺願 躺得很累 他是便宜的行政人員 中間 因為為團成的五月晚上 二七月時 一個酒吃三顆香肚 讓油脂凍不住 每星期有三天晚上 就要到洗油脂中心去報道 一個躺在那邊床上 前後就要四點鐘 就是每天都上路下線 然後吃也吃不下 整個臉色泛白 然後整個體力很差 然後每天就一直在床上睡覺睡覺 一直到最後才去掛急診 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是腎臟已經不好了 因為他就是一直接著打 接著打的那些 其實你針 他的針很粗 就是整個傷口就會很多 長長的氣到尖空 如果手勾而已 連緊到頭也是 這是每一個洗油脂的患者 要生死的痛苦 他們也沒辦法出狂 也不敢是要做長度的理性 雖然有種種的不方便 要沒有中間躍 並沒有他們處實質 我們很感謝 謝謝 中間的末章勝貴一次 當年他寫油脂 比較沒有被鼓勵 就等到寫的油脂 躺宜心 比恢復正常人的生活 還要更像一個正常人 因為我們本來就不能小便 但當我接受到器官移植的時候 我第一次小便的時候 那時候是很感動 就是你站在馬桶前面是會落淚 但油脂後中間的人 是一個死行犯 只是想不到說幾年後 器官三成拜天 會必須要再拜堆 這一個等就是四十年 他如果要跟小弟 都說要關油脂給他 不過最近他沒想到生意 出來負擔 算得他落我們的態度去面堆 跟等待 家人只有剩下一個弟弟 但是我跟我弟弟感情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因為我有接受過第一次的腎臟移植 那我覺得當時年輕的時候 浪費太多 因為重生之後浪費太多 時間在過正常人的生活 就是覺得自己已經換到腎臟了 然後我只是想說 如果有再次換腎的機會 然後我講說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不要把時間一直浪費在自己的事情上面 台灣推動器官官縣已經有三十三年了 但器官官縣已經所選 一年比一年更多 但官縣的素領依然沒有到萬極思及 不會突破中間的困境 除了要讓制度更加健全 也會改變民眾傳統的生死官僚 不前過來依然有幾萬名的單胎者 在荷蘭中尊重啟人生的希望 謝謝 謝謝